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文讲堂 从今人总认为海纳百川 一定可以消化来自所有人类的废弃物 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 在北太平洋曾经因为洋流的引导 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海洋垃圾 形成了有个台湾40倍大左右的一个垃圾袋 而在基隆呢 在也有传员表示 要进基隆之前呢 必须要先绕过一座垃圾岛才能够进港 究竟海洋垃圾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的讲者就要带领大家来观察 他对抗海洋垃圾多年的一个发现 让我们欢迎张太迪 主持人 各位现场的前辈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太迪 我有一个跟大家比较不太一样的兴趣 我喜欢去海边捡垃圾 那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海滩石荒人呢 这个需要具备一些不同的条件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忍耐这个风吹日晒 那同时呢要对海边的垃圾有很多的好奇心 可能也要一些想象力 就像我手上的这两个打火机 它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寻常的打火机 但是对我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从中途岛的海岸上被捡来的打火机 这个打火机上面印的是韩国的某个烧烤店的名字 然后还有台湾某个檳榔滩的名字 那为什么这些打火机会在中途岛的海滩上呢 那中途岛又在哪边 中途岛它叫这个名字呢 它就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在美洲大陆以及在亚洲大陆的中间 在太平洋的上面 那中途岛离旧金山大概5000公里 离东京大概4000公里左右 那中途岛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岛 在太平洋上面 它通常会变成一个野生动物很重要的一个栖息的地方 那有一种非常特别叫做黑背新天翁 全世界有70%几的黑背新天翁 每年都会到中途岛上面去交配 然后产卵 然后把小孩带大 然后再离开 可是这几年 中途岛上面最丰富的不再是生态 而是人为的垃圾 那在中途岛上每年会有大概50万只的雏鸟 被生出来 但是大概有20万只没有办法活着离开 研究人员在他们肚子里面 发现了很多的人为的垃圾 这样子的情况 被BBC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的导演拍摄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师叫Chris Jordan 他把这样子的照片传到全世界 然后震惊了大家 其中也包括我所工作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黑潮是从1998年成立 我们最开始是以金屯的研究调查以及教育推广作为主要的工作 黑潮主要的工作是保育海豚 那海豚它其实是整个海洋食物链里面一个顶层的消费者 怎么样保育海豚 如果我们有健康的海洋 海豚就会在 如果我们的海洋不健康 那海豚就不会住在这里 所以对我们来讲首要的工作 海边的垃圾是我们首要看到非常需要处理的问题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到黑潮去工作 那一开始我爸爸妈妈问我说 你去花莲是做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去一个环保团体工作 这样他们好像就听懂了 过了不久他们到花莲去找我玩 我想说展示一下我们去工作了之后 对于海豚的了解 就带我的父母去找海豚去赏金 结果他们回来之后很开心 就跟大家说 我们家泰迪去花莲是去做赏金的 又隔了一段时间 公共电视有一个我们的岛的节目 来做一个海洋垃圾的一个专题的采访 这算是小弟第一次上电视 很开心打电话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说 他们就准时收看 看完之后人家再问他 他们就有点小声 有点无奈地说 我们家泰迪去花莲的海边在捡垃圾的 我爸爸就是有一点觉得 我爸你栽培到大学毕业 怎么跑去捡垃圾呢 这样子真的以后怎么办才好 但是从小弟出道到现在十年之间 曾经出国两次 都不用钱了 出国开会 开着这个捡垃圾的国际会议 我爸爸到现在还不太相信 他觉得我应该是偷偷去玩 他不太相信有那种国际会议 是在开捡垃圾的 我第一次去参加的一个国际会议 一个叫做ICC 我们翻译成为国际淨灯行动的一个年会 国际淨灯行动跟一般的淨灯 比较大的差别 它的做法是在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礼拜六 全世界大家同一天去淨灯 然后把捡到的垃圾 数量跟种类都记录下来 然后大家把这些数据 回传到美国的一个叫做 Ocean Conservancy 一个海洋保育协会 海洋保育协会每年会出一本 全世界海洋垃圾的一个观察报告 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自己海边的垃圾是有哪些 来源是什么 其他的国家的情况是什么 大家可以互相做一个比较 ICC它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教育工作 因为我们淨灯捡垃圾 它其实是非常末端的处理 它其实不太有办法解决问题 海边的垃圾那么多 怎么捡才捡得完 所以它希望透过 这样子一个教育的过程 让大家知道来源是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从来源去做处理 很多朋友会跟我说 干嘛要这么麻烦 海边的垃圾很多 就是去海边玩的人 没有功德心乱丢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 最早我们在花莲 有一个长期的监测的地方 叫花莲的北冰海岸 那北冰这个地方 虽然很多花莲人 常常会去那边休闲 但是它的人潮没有像有名的七星潭那么多 但是它的垃圾却一点都不少 那我们常常捡的时候发现 垃圾大概主要就那几样 什么吸管啊 饮料杯啊 然后这个咸酥鸡的袋子啊 竹签啊 对 还有很多拖鞋 我看到我第一双拖鞋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害怕 哎呀 这个拖鞋的主人 不知道在哪里 看看海面上 有没有人在跟我挥手 就看 这边又一双 那边又一双 后来发现海边拖鞋好多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监测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次因为我比较早出海 去找海豚 我在清晨五点的时候 经过北冰海岸 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南兵夜市 南兵夜市晚上生意很好 大概到十二点的时候 大家都收摊 我清晨五点经过 看到那个南兵夜市的广场 满地都是垃圾 风一吹之后随风飘舞 然后旁边一个大水沟 全部吹进去 那水沟流到哪里 就流进海里面去 那我才知道 为什么北冰海岸捡到的垃圾 看起来好像夜市捡到的一样 原来就跟南兵夜市有关系 那这个告诉我们 海边的垃圾不只是去那边玩的人 乱丢的 还有很大一个部分 它是从我们生活的都市里面 透过下水道的系统 然后下雨 风吹 然后就流流流流 一路就流到海里面去 还有另外一个很好证明的例子 就是我们只要在城市里面 随便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如果你再等红绿灯 看一下你脚下的海水沟 通常里面的烟地 就会跟小山一样 因为很多抽烟的人 习惯就是往水沟里面丢 那一下雨的这些烟地 就全部冲到水沟 然后冲到溪流 最后流到海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结果 跟我们ICC做出来的成果 是符合的 也就是说我们监测的成果 海边垃圾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从都市里面流出去的 而全世界 其实大部分的人 是住在河边或者是海边的 大都市都是这个样子 那除了这个来源之外 第二个重要的来源 是叫做海上活动与船只 早先因为所有的船只 不管什么样子的船只 你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船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 所以没有空间让大家放垃圾 所以垃圾怎么办 往海里面丢 那我们以前都觉得 这个海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在1987年 联合国定了一个 船只的海洋污染公约 之后情况有好一些 但是总是 譬如说渔船在作业的时候 总是还是会不小心 有一些渔具啊 渔网 浮球啊 就掉到海里面去 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们的基隆 基隆有一个长潭社区 那他呢跟这个海洋科技博物馆 他们定期在监测 他们旁边的一个叫 朝进公园的一个海岸 他就在长潭渔港的旁边 那很多参加的社区妈妈 就是家里先生都是逃海的 他们常常那边捡到很多这种 渔业的废弃物 譬如说浮球啊 渔网 他们就把一些还堪用的 就带回去 然后呢 交给他们的船长老公 然后顺便教育他们一下 以后出去海上 东西不要再乱丢了 不然我们捡得好辛苦 那通常这些船长夫人 一句话胜过其他人讲十句话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在台南 台南市社区大学 从2004年开始 就监测台南的海岸 他们发现 每年四月到七月的时候 台南的安平沿海 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保利龙 那保利龙很令人头痛 因为保利龙大块的时候很大块 可是当它破碎的时候 就变得很细小 所以整个台南的海岸 看起来好像 北海道的这个雪景一样 那是非常令人头痛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因为在台南的近海呢 有这个蚵仔的养殖 蚵仔怎么养 它用这个竹子跟保利龙 做成一个浮动式的刻架 放在海上 那下面就掉整串整串的蚵仔 他们在这个渔民呢 如果在换这些保利龙 不小心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 可能整组这个客架都会被打坏 打坏之后 这些保利龙就全部都吹到海岸上来 那也因为台南市社区大学 有做这样子的监测 所以反映给台南市政府 那逼着台南市政府跟渔会 必须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间接呢 也促成台南市政府成为 台湾第一个禁用保利龙饮料杯 的一个城市 第三个主要的来源呢 叫做青稻废弃物 有一些不肖的业者 他跟这个需要处理垃圾的厂商 收取了费用 然后拿了垃圾之后 他本来应该要再付钱去 掩埋厂啊 或者是焚化炉处理 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他就找比较没有人的海边 或者是产业道路 就给他乱丢 像这样子的情况 他自然在 当垃圾跑到自然的环境里面 他很快就会流流流 可能最后又流到海里面去 那这个是一些 比较恶意的情况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依据环保署的统计 我们全台湾呢 总共有403座的垃圾掩埋厂 不管是已经填满了 或者是还在使用中 那这403座里面呢 有47座位于河岸啊 海岸这种生态 比较敏感的地方 那以花莲市的垃圾掩埋厂 它就在七星潭的旁边 那整个垃圾掩埋厂 已经好几层楼高了 现在还在使用当中 那掩埋厂 我们垃圾倒下去之后 如果不小心遇到台风 还是什么 表面的一些垃圾 比如比较轻的塑胶袋啊 还是什么 可能就一样是随风乱飞 就跑到海里面去 可是另外一个很麻烦 是在这个垃圾厂的底部 这个它 我们说它的这个编波 激角的地方 它其实离海水 大概不到50公尺 台风来的时候 东部最多的就是长浪 长浪一打 把这个底下的 以前好几年前 埋在下面的垃圾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 慢慢掏刷出来 那这些垃圾呢 又跑到海里面去 垃圾呢 跑到自然环境里面 对海洋的环境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最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缠绕跟受困 像一些绳子啊 鱼网啊 它就可能会 缠绕住这些生物 让它们逐渐的死亡 那 蛮久之前 Ocean Conservancy 也就是海洋保育协会 提供给我们几张照片 作为教育的使用 那有一张照片 我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只很大的鲸鱼 它的尾鳍呢 被废弃的鱼网 还有浮球缠住 那可以想见 它最后一定是 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鱼网它的材质是尼龙做的 而尼龙依据研究 它大概需要六百年 才会在海里面 才会整个破碎到 大概会不见这样子 也就是说 渔民如果在捕鱼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 比如说鱼网啊 鱼线跑到海里面去了 那这些鱼网 落到海里面去之后 它还会继续捕鱼 因为碰到鱼网 还是会被黏在上面 所以如果一张鱼网 需要六百年的时间 才会裂解不见的话 那表示一张废弃的鱼网 它会在海里面 捕鱼六百年 那各位想想看 我们每天 全世界有多少鱼网不见 那这些不见的鱼网 漂流在海上 或者是搁浅在海底 有没有人会去把它清理掉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再举另外一个台湾的例子 在2001年 有个立骑马台风经过之后 有一只海豚 搁浅在嘉义东池的外海 那送到海生馆的救援池 大概不到一天呢 它就死亡了 死亡之后 研究人员解剖之后 在它的胃里面 发现了有一些 这些糖果啊 饼干的一些包装袋 还有一件 没有开封的轻便雨衣 中研院有一位 鱼类专家 邵广招老师的研究室 有一位 何轩庆博士 他研究的是深海鱼 他在解剖的过程 竟然发现 生活在数百公尺深的 深海鱼的肚子里面 也有塑胶带 所以原先我们以为 垃圾的问题 只停留在海岸 或者是前海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 到深海 整个海岸全部都是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开海洋垃圾的国际会议 我第一次是到夏威夷去参加 这个ICC的年会 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 韩国的ICC的一个代表 她叫做洪善旭小姐 回来之后 她寄了一封E-mail给我 大意是说 他们在韩国的海边 捡到一些 上面有些中文的垃圾 她叫我看一下 听了就很紧张 第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个符球 上面写着 塔牌浮标新页 保证耐用 但是写的是简体字 还好还好 第二张照片 装矿泉水的宝特瓶 制造地点 高雄县大树乡 这件事情呢 引起小弟很大的一个爱国心 以前都没有这么爱国过 就发愿呢 要在全台湾的海边 找找看 有没有垃圾上面印韩国字 然后照下来 E-mail回去给她 这样 就不早还好 一早 不只是韩国 日本啊 菲律宾啊 越南啊 印度啊 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的垃圾 隔一段时间呢 又收到了另外一封E-mail 是日本路尔岛大学 一位腾枝教授寄来的 他寄给了这个环太平洋的 这些ICC的负责人 他说 希望大家在捡垃圾的时候 能不能帮他把打火机留下来 为什么他要打火机呢 腾治教授呢 他是研究海边的打火机 他想要透过打火机 去了解海洋垃圾 是怎么漂流的 因为他觉得海洋垃圾的漂流呢 一定跟海流 还有这个季风有关系 所以呢 他就在全日本收集打火机 为什么是打火机 第一个 打火机它色彩鲜艳 容易找到 第二个 它兼顾耐用 不容易破碎 第三个最重要的 它上面有写名字 就像我们刚刚拿的 有写这个某某居酒屋啊 某某槟榔滩啊 某某卡拉OK 最贴心的是 它把你的电话地址都写在上面 一看就知道是哪里来的 它在全日本的海边找 找到了很多韩国啊 香港 中国 台湾的打火机 他就把它画成一个图 就发现这个图呢 跟这个海流 还有季风的这个走向呢 是非常接近的 2001年 藤志教授跑到中途岛 最开始我们提到的中途岛上面 他到这些死掉的 信天翁的肚子里面 去找打火机 他总共收集到了 1400个打火机 里面有48%是日本的 14%是台湾的 藤志教授呢 他在中途岛又发现了 另外一个事情 他发现整个中途岛的海岸边 垃圾呢 都没有完整 都是破碎的 除了三种东西 打火机 雨夜用的浮球 还有一种养牡蛎用的 一种塑胶套管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原先我们会以为 垃圾到了海里面 那比如说塑胶的东西 到了海里面之后 它可能慢慢慢慢就不见了 但是实际上 它受到这些紫外线的照射 风吹日晒之后 它塑胶的东西 它不断地会破碎 然后变成越来越小片 这样子 我又有一个朋友 叫廖敏慧 他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 参加了美国另外一个基金会 叫Alligator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是专门在研究大洋中垃圾的 位置的一个基金会 他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航程 搭了一艘帆船 从夏威夷航行到温哥华 航行的途中呢 他用特制的拖网 去拖海水表层的垃圾 就发现这些拖出来的东西 除了浮游生物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 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的细碎的塑胶 表示这些垃圾 塑胶垃圾一直都在 而且最麻烦的是 当它破碎的过程里面 它释放出来的这些化学物质 可能有一些是环境荷尔蒙 这种类的物质 那是不是已经对整个海洋的生态 以及食物链造成了影响 那最后受害的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当垃圾的问题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第一个个人的层次 我们垃圾要减量 然后要资源回收 要再利用 但是资源回收很好 非常重要没有错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万灵单 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 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在2012年 就是宝特瓶的回收率是95% 日本只有70%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名 非常的厉害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用量太大了 我们一年用掉45亿个宝特瓶 所以5%表示多少 2亿2500万个宝特瓶 还流落在外面 没有回收回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回收之后呢 我们现在讲的回收 是降级回收 也就是说一个宝特瓶 回收之后 它没有办法再做成 另外一个宝特瓶 它只能做降一几的材质的东西 通常只能回收再利用 只能一次 了不起两次 这些东西就还是变成是垃圾 在我们做这个垃圾监测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 我们捡到的东西 大概60% 都是这种一次性使用的 什么叫一次性使用的 比如说塑胶袋 免洗餐具 然后饮料 糖果饼干这些 那现代因为大家生活便利 为了要便利 什么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那便利的另外一端叫做什么 麻烦 所以我们出去买便当的时候 我们懒得自己带一个便当盒 我们出去买饮料的时候 懒得自己带一个水杯水壶 那在这个懒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制造了很多的 一次性使用的东西 就会制造垃圾 从史前人类就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古的时候 都是去挖什么 备种 那个就是以前的垃圾堆 那未来的人要怎么考古 我们现代人 去挖我们现在的垃圾掩埋场 那未来来挖的时候 一定很清楚 因为这些东西都还在 那所以 那以前的垃圾 为什么没有办法 留那么多到现在 因为以前用的东西 都是自然材 只要材质是天然的 那我们用了一段时间 它自然又不会产生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材质很重要 除了说我们要自己带之外 你用的这些东西 材质越天然越好 塑胶这样子的材质 大概在20世纪初被发展出来 大概1960年之后 大量地被使用 那我们经过了50多年 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塑胶制品 然后很大一部分跑到海里面去 我想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去污染了海洋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 大家花更多的时间 花更多的力气 好好关心一下 我们海洋垃圾的污染 我是张泰迪 我在人文讲堂 谢谢 谢谢张泰迪的分享 原来我们在陆地上 所产生的任何垃圾 最后都有可能会回到海洋当中 台湾四面环海 我们的生活跟海洋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海洋垃圾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双手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来更谨慎地选择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呢 让我们一起来减少垃圾 爱护海洋 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海岛填堂 谢谢你的收看 文荣讲堂 我们下回见